从一个不明以为的非法移民 到百万美元遗产的继承人 这对于出身寒门的艾米利亚奥利瓦雷斯来说 就是一个乌鸦变凤凰的童话 和无法成真的美好幻想 但现在这一童话正在艾米利亚的身上 转变为现实 我们有没有交出家 我们将会得到10分钟 好? 我会是调整的 请不开 这是你问题 ین,我的一条 我会让你来打 我赶紧走到中心 我走在前面 我必须要不吝点 你 No必须要先让我去 你嫻嫩和过去 你嫩车里面 你我才会得到你 见识吗 你这是几分钟 你别得到你 是一切 是一切 我离说得到你 她想我 但你不想贏了 你不想贏了 你不想她 那,那是假的 是一件事的 拿来 写上的手 你不想贏了 你不想贏了 拿来 你不想知道我 你不想贏了 你不想贏了 不得的胞胞, Arturo 甚至 nunca 不可以 我愛你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知道 你必須要說 我女兒 你 你 你必須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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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uro Arturo 那是 我去 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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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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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放开 不放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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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了 下来吧 下来吧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上帝垂青而获得的好运 也并非童话中仙女的魔力相处 而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一个 有谎言编制的精心策划的阴谋 这样一个仅仅是出身低微的女孩 曾经拥有的美丽幻想 到最后却成了彻底改变她人生的可怕梦 他就是我的嫲娱 我们要一起去美丽 等一下,女性 是早似乎是进去的 一切人是 她是阿尔子女的对女孩 有一个女孩 她的女孩 好 你 你不是小战 他儿我们永远都冒了 她好,女孩 她是她 took 她的女孩 她还 hard 我努力下来 我都是 我常常 你 等一下 童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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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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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son no me abandoné Oh Nuestro Hijo 像其他所有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一样 艾米利亚在这个天堂国度里没有什么出路 为了维持生计和养家糊口 她只能去做女佣 尽管艾米利亚还会时常想到乌鸦变凤凰的童话 但严酷的现实 却从未让她期望能真正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天 美丽温柔 气质高雅的艾米利亚 偶然结识了一个有可能实现自己幻想的男人 菲利佩雷耶斯 一个英俊而富有的青年 你能够赢得到我身体的爱情 你能够赢得到你生活 你能够赢得到你身体的男人 你能够赢得到你身体的男人 你肯定是相当的 但是我说不但我一直在这些疯狱 我都不确定你自己的男人 你必然很不确定 你能够赢得到你身体的男人 你吗 你别的男人 你会来自我教育的孩子 我都不贵了 你没有父亲 我还没了 你爸爸是太在验了 你怎么救我 你不可以说到你父亲 你父亲爱你父亲 很好,我多大工宅 你如果你的偶像是 你怎么的 我的妹妹 你很美 我哪有美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今天 是最不早的 是 我和你 我和你 去花费家 你怎么回事 你别 好 你喜欢 那看他 和她和她的朋友 都可以看你 是否有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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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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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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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面对费利佩的富游,同时有耻于自己低威的出身,为了能继续两个人的交往,艾米莉亚并没有向对方坦白自己的绅士,而这对费利佩来说却成了一个不解的谜团。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几次约会之后,两个人之间迸发了爱情的火花,但就在此时,害怕由于地位悬殊而最终会失去爱情的艾米莉亚,决意彻底地从费利佩的生活中消失。 不久,命运再一次让这对恋人相遇,但出现在费利佩面前的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女佣艾米莉亚,而是改名唤姓成为大家闺秀的安德莉亚小姐。 原来,此时的艾米莉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由自己贪婪的女主人罗伯塔·利萨尔德精心策划的阴谋。 罗伯塔的丈夫在去世之前决定把自己百万美元的遗产留给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女儿安德莉亚,但她在遗嘱中规定,一旦女儿在24岁之前死亡,那么所有的遗产将捐献给慈善机构。 如今,还未满24岁的真正的安德莉亚已经奄奄一息,为了能够控制这笔巨额遗产,罗伯塔需要另外一个女孩冒充和取代自己的妓女。 在她的精心策划下,艾米莉亚被改头换面变成了安德莉亚。 就这样,化身安德莉亚的艾米莉亚又一次与菲利佩相遇,让人深藏心底的爱情之火,重新燃烧起来。 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艾米莉亚美好的冲击。 出于强烈的嫉妒,菲利佩的女友莫妮卡通过各种手段弄清了艾米莉亚的身世,戳穿了加安德莉亚。 从那一刻起,艾米莉亚决心面对所有把自己人生引向难以预料结局的变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